各位朋友大家好 在贞观十年 也就是公元636年 长孙皇后病逝 骤然失去了与自己相濡以沫23年之久的爱妻 唐太宗李世民可以说是悲痛万分 他依照长孙皇后临前嘱托 衣衫为陵 将长孙皇后葬于昭陵 而且唐太宗李世民还专门命人修了一条战道 又盖了一所房子 专门供奉长孙皇后的陵位 并派遣几位工人日夜侍候在那里 仿佛长孙皇后从未离去 虽死忧生 除此以外 唐太宗李世民又在自己的宫殿里 建了一个高高的瞭望台 目的是什么呢 目的就是能够在他宫里能够眺望远方的昭陵 在太宗皇帝心情繁问的时候 他就会登上这个高台 眺望远处的昭陵 仿佛看见了他的王妻 这个瞭望台又叫左官 有一日唐太宗李世民和大臣魏征走上了这个高台 眺望远处的昭陵 唐太宗就问魏征 说 亲可看见了 其实魏征知道唐太宗在看什么 但是他却故意说 说臣老眼昏花 看不到 然后唐太宗就只给魏征看 说那就是昭陵 而魏征怎么说呢 魏征说 哦 您让我看的是昭陵啊 我以为您让我看的是献陵 献陵是唐太宗父亲李渊的领悟 魏征说 您要让我看昭陵的话 那我已经看见了 唐太宗怎么会听不出魏征的话外之音呢 魏征就是想告诉唐太宗 您应该看的是献陵 而不是昭陵 您应该思念的是自己的父亲 而不是自己的妻子 岂不知古往今来从来都是夫不计妻的 魏征这么说 当然是符合礼法的 在中国古代确实有这样的习俗 叫父不计子 夫不计妻 为什么这么说呢 是因为古人觉得身份高贵的人 去祭奠身份卑微的人 会使被祭奠的人心里不安 所以呢 不妨以他人代祭 魏征这么说是出于礼法 而唐太宗李世民这么做是出于人情 相信在唐太宗李世民的心里 没有一个人能够替代他对自己爱妻的怀念 我想唐太宗李世民之所以和魏征一起登冠 还说了这番话 也许在这一刻 唐太宗李世民已经完全的出戏了 他并没有把自己当做一个君王 也并没有把魏征当做一个臣子 而只是把魏征当做一个老朋友 想向老朋友诉说一下内心的哀伤和怀念 可是很遗憾 唐太宗是出戏了 可魏征还在戏朱 所以说魏征真是一个很有敬业精神的好演员 他永远生活在戏里 戏如人生 戏记人生 话不投机 最后君臣二人还是默然的离开了观望台 为了少生之劫 唐太宗李世民韩磊命人拆了这个观望台 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典故 叫《望楼悔观》 观望台虽然拆除了 但是唐太宗对长孙皇后的思念 却愈加的难以抑制 终于啊 在一封写给大臣的回照中 唐太宗写下了如下的话 青年以来祸盼即急 又缺家傲 荼毒未夷 悲伤即急 凡在生灵 熟盛哀痛 碎续履迁 触目催赶 自而以来 心力恍惚 当时妄为 忠消费尽 可谓是一字一类啊 长孙皇后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 他竟能够让曾经驰骋沙场 看惯了无数生死的一代圣主 唐太宗李世民变得如此的儿女情长 今天呢 我就跟大家聊聊长孙皇后和唐太宗李世民之间的故事 长孙皇后的父亲叫长孙盛 长孙盛这个人呢 在我以前的视频大随萧皇后那集有过介绍 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去看一下 长孙这个姓氏呢 实际上最早是出自于拓跋 是北魏皇族的姓氏 长孙皇后的母亲姓高 高氏夫人是北齐清河王高月的曾孙女 所以啊 长孙皇后的父族和母族实际上都是皇族 这位清河王高月呀 是南北朝时期北齐的开国皇帝高阳的堂弟 这个高阳呢 在我以前的一期视频节目中 就是关于南北朝北齐这个神经病家族的一期视频节目中提到过 如果大家看过那期视频节目 应该有所印象 高阳呢 有两个宠妃 都姓薛 薛氏姐妹 这两个楚妃呢 实际上以前是高月的侍妾 后来因为美丽被高阳看上了 就占为己有 但是后来又有人诬告说高月已经和这两位薛氏宠妃 有过雨水之欢 所以呢 高阳心中就非常的记恨 就给高月安了一个奸淫民女的罪名 高月大呼冤枉 说我根本就没有碰他们 因为我嫌他们轻薄 这高阳一听啊 气更大了 合着你觉得轻薄的东西送给我 你是不是觉得我也如此轻薄呀 虽然说我确实很轻薄 但是你也没必要把这事儿张扬出去 于是呢 高阳就赐高月自尽 高月就这么死了 后来那个薛氏姐妹也被高阳所杀 具体的情形呢 大家可以参看我那期视频 是和庆余年有关系的一期视频 高氏夫人嫁给长孙圣以后就生有一子一女 儿子呢 就是长孙无忌 幼女就是长孙皇后 长孙皇后叫什么历史上并没有记载 只记载了她有一个小名叫观音璧 长孙圣去世以后不知何故 长孙皇后同父异母的兄长长长孙安夜 却把高氏和长孙兄妹二人轰出了长孙府 由此可见啊 高氏夫人有可能是做妾的 大家可能觉得不解 高氏毕竟是以往的皇族 怎么会沦落到给人做妾的地步呢 其实啊 这也没什么可奇怪的 虽然说是皇族 但也只是北齐的皇族 这时候呢 已经到了隋朝了 俗话说 落驾的凤凰不如落汤姬 于是高氏夫人就带着兄妹二人投奔了她的大哥 高氏连 高氏连呢也是隋唐时期的明氏 后来是秦府的十八学士之一 是一个非常有才学的人 而且她对高氏母子三人也是颇为照顾 让他们在自己的府里安然居住 那个时候长孙皇后还很小 可能也就十到十一岁的样子 在这之前呢 她的伯父慧眼诗人 为她订了一门亲 她的伯父长孙志 因为曾经在北周的宫廷里供职 所以她认识李渊后来的皇后窦皇后 当然她也认识李渊 她那时候就认定李渊与窦皇后所生的孩子 将来一定不凡 后来她又请人为长孙皇后和李渊的二子李世民看了相 认定长孙皇后有后妃之相 而李世民气宇宣昂也是贵不可言 于是呢 早在长孙皇后八岁的时候 长孙盛就把长孙皇后举配给了李世民 等到了长孙皇后十三岁的时候 小女出长城 长孙皇后就过门嫁给了李世民 后来李世民晋升为秦王 她也就成了秦王妃 李世民因为长期在外征战 而且呢 又是性格使然 与李渊的后宫的妃嫔们关系处得并不好 所以那些妃嫔们就经常会跟李渊说一些对李世民不利的话 当时的秦王妃长孙皇后就意识到了这一点 所以呢 她就经常出入于李渊的后宫 一方面呢 是照顾李渊的生活起居 行儿媳之道 一方面呢 又努力的和那些妃嫔们搞好关系 长孙皇后这样做还是颇有成效的 至少是减少了李渊对李世民的很多猜忌 也为李世民最后能够起事争取到了足够的时间 要不然的话 可能没等李世民动手 他的父亲李渊可能就把他这个儿子除掉了 在玄武门兵变的那一天 秦王李世民召集了秦府上下的所有兵丁 计划要在玄武门祖杀李建成和李渊吉 这些兵丁已经是秦王李世民手里的所有人马 这些人跟着李世民一走 秦王府就成了一座空城 已经没有什么防卫的人马了 在所有的家眷中秦王李世民只把长孙皇后一人带在身边 我想秦王是有两层意思 一方面呢 是他知道他带着兵一走秦王府就是一个险帝 第二层意思可能是秦王也知道 此一去生死未卜 城即可荣登大保 败则死于非命 他这时候把长孙皇后带在身边 可能也有同生共死的想法 相信长孙皇后也体会到了丈夫的用心 当时秦王府的兵丁们也是心理打鼓 毕竟这是冒着毛反杀头的危险 长孙皇后这时候亲自为将士们分发铠甲 以前只是居于王府的后院 这时候呢 却站出来给将士们分发铠甲 虽然没说什么激动人心的口号 但此举无声 也是激励了将士们的士气 李世民登基以后的第13天 就册封长孙为皇后 感觉像是取得成功的老公迫不及待的要与她的爱妻 分享她的胜利果实 长孙皇后从此同长后宫 那么长孙皇后又是如何执掌后宫呢 和我们以前看的很多宫斗剧截然不同 那些宫斗剧中呢 执掌后宫通常运用的是心机和手段 用的全毛 而长孙皇后呢 却用自己的贤德爱心与宽容来执掌后宫 下面的妃嫔有人生病了 长孙皇后呢 会把自己专用的药拿来给他们治病 有一位工人不小心怀上了唐太宗李世民的孩子 后来生完孩子就去世了 长孙皇后呢 并没有嫌弃这个孩子 而且还把这个孩子收为异女 也就是后来的豫章公主 最后豫章公主嫁给了大臣唐俭的儿子 也得以善终 有一位观众啊 在留言中问过我说这些公主中有没有得以善终呢 其实有很多我讲过的这些呢都是一些有故事的公主 还有一些很平凡的公主 最后是得以善终 比如说唐太宗的长女湘城公主被唐太宗誉为所有公主的楷模 号召所有的公主要展开向湘城公主学习的运动 湘城公主的行为举止确实是堪为表率 她是嫁给了大随萧皇后的弟弟 萧渝的儿子萧瑞 一般公主出嫁啊 出嫁以后并不会住在自己的丈夫家里 皇帝呢会为公主建一个公主府 公主驸马呢在里面居住 并不跟驸马的家人住在一起 这个湘城公主呢觉得如果自己住在公主府 她就不能对自己的公婆做到晨婚定醒 所谓晨婚定醒呢就是指晚上伺候公婆就寝 早上醒世问安这个意思 所以湘城公主呢就住在了夫家和自己的公婆住在一起 只是在府门口多排了两排挤 以显示公主的规格 这位湘城公主最后也是得以善终的 在大家心目中啊 长孙皇后一定是那种端庄稳重雍容华贵的那个样子 但实际上呢长孙皇后也有她少女的另外一面 我们从她写的一首诗中就可以一睹方言 这首诗呢是长孙皇后春游尚明院时寄姓写的一首诗 长孙皇后这个人呢颇有文才 她曾经写作了女则 但可惜现在没有流传于世 另外她还写了很多诗 这是其中一首 我给大家读一下 从这首诗中啊 可以看出长孙皇后作为女人妩媚的那一面 而且性格活泼又自比临下之风 所谓临下之风是比喻那些有才气懂诗文的女孩子 关于长孙皇后的相貌如何 是不是一个美女 这方面呢史料上没有明确的记载 但是在初唐的大才子于世南 在长孙皇后去世以后写的一篇文德皇后哀册文中 曾经有这么两句 这句话中呢提到的齐江和宋子都是古代有名的美女 这句话的意思呢就是指长孙皇后的相貌一点不比这古时的两位美女差 其实大家想想也能知道长孙皇后呢应该算是混血 她的父亲呢是先威族 而她的母亲呢却是汉族 而且她母亲的这个高氏皇族在北齐的时候呢也出了不少的美男子 比如说蓝陵王高长公 还有羔羊的哥哥高成都是在当时有名的美男子 所以很可能高氏的血脉中也携带着不少美人基因 唐太宗李世民对长孙皇后一直是非常的宠爱 太宗时期的后宫之所以这么安定 可能也是因为那些嫔妃们自知无望与长孙皇后争宠 所以自然也就消停了 长孙皇后和唐太宗啊曾经去九成宫避暑 九成宫呢就是隋朝时的人寿宫 后来唐太宗呢加以修缮改名为九成宫 这一天呢夫妻二人在林间散步 突然发现地面呢特别潮湿 又没有下雨地面缘和潮湿呢 所以呢太宗皇帝和长孙皇后呢就循着这个痕迹往前找 看看这些水字到底从何而来 结果居然发现了一个泉眼 太宗皇帝探帐豁开了那个泉眼泉水流出 后来李世民又让人修了一条水道 把这个泉水倒出 这就是著名的李泉 这个意外的发现呢让李世民和长孙皇后都非常高兴 于是呢就命令魏征主文大书法家欧阳勋执笔 写了这篇《九成宫李泉明》 喜欢书法的朋友对这部作品一定是有所耳闻 欧阳勋是初唐四大家之一 初唐四大家呢并不是指着诗词而是指着书法 这四大家分别是欧阳勋、楚颜良、薛继和于世男 欧阳勋的楷书啊据说是已经写到了极致、刚净有力 一般人来说呀是文如其人、字如其人 但是呢这个欧阳勋就不能说是字如其人 欧阳勋呢长得实在是不敢恭维 可以说长着一副让人提神、醒脑的模样 史书上记载呢说他长相像个猴子 在太宗执政期间 当时的朝臣许敬宗曾经在朝堂上嘲笑个欧阳勋的长相 因此呢还被唐太宗李世民降了官 这个许敬宗呢在以前的视频节目中提到过 就是他最后把长孙无忌定为了毛反之罪 而且也是他受益逼迫长孙无忌自杀的 在高宗李治时期他是一个炙手可热的大臣 但是在唐太宗李世民时期他却是郁郁不得志的 为什么呢是因为他有一个短处啊经常被大家取笑 什么短处呢是说在当年隋阳帝杨广被杀的时候 许敬宗的父亲许善心是一个蒸蒸铁骨的忠臣 他拒绝向杀死隋阳帝杨广的余文化籍下败 最后余文化籍就杀了许善心 而这时候的许敬宗只知道跪在地上大声的求饶 与此同时余文化籍也要杀了余氏南的哥哥余氏姬 余氏南却是仆腐于帝愿代兄而死 后来隋朝的大臣封丛德就经常回忆起这一幕 说许世宗舞蹈求生 而余氏南却是仆腐于帝愿代兄而死 两相比较高下立判 所以啊即使徐敬宗是满府的学问 也是秦王府的十八学士之一 但是呢在群臣中依然是不招人待见 大家都经常拿这件事情来讥笑他 他也抬不起头来 直到后来他成了高宗李治的太子府的左庶长 算是在太子府的最高行政长官 高宗登基以后他一方面攀附着唐高宗李治 一方面又攀附着皇后武则天 这样他才是做到了一步登天 长孙皇后虽然深得唐太宗李世民的宠爱 但是呢他很少干政 李世民呢有时候呢也会拿一些国政啊 拿一些官员的任免惩戒啊 来咨询长孙皇后问问他的意见 长孙皇后通常是一语不发 李世民问多了 长孙皇后竟然被我伸去不再理他了 李世民觉得很奇怪 就问长孙皇后 说以前你做秦王妃的时候 咱们有事还能商量商量 现在你为什么经常是一语不发 甚至都不愿搭理我呢 长孙皇后就跟李世民说 你岂不知品鸡私臣乃王国王家之兆 品鸡私臣是什么意思呢 说通俗点就是母鸡打鸣 后来呢多用来指女人干政的意思 在古人看来这是王国之兆 按史料记载长孙皇后有两次干预朝政 但是这两次所谓的干预朝政啊 都是和长孙家族成员有密切的关系 第一次呢是关于长孙无忌他的哥哥 长孙无忌呢一直是跟着李世民打天下 可以说是立下了汉马功劳 李世民重用长孙无忌为以高官 其实都是很自然的事情 但是呢长孙皇后一直不喜欢他的哥哥做高官居要职 后来终于有一次机会 李世民呢就想把长孙无忌呢提到又不业这个位置 长孙皇后呢是坚决反对的 但是这次李世民没有听他的还是把他这个大舅哥升了职 但是没过一年就有官员举报长孙无忌有揽权的行为 长孙皇后呢马上就抓住这个机会 劝李世民撤掉了长孙无忌 应该说呀长孙皇后对他这个哥哥是非常的了解的 知道他这哥哥如果一旦权在手的话 可能就会对大唐不利对长孙家族不利 由于长孙皇后这边一直压制着 长孙无忌在贞观年间一直没有得到什么重用 他做的主要工作就是编辑律法 长孙皇后去世以后长孙无忌才算是放开了手脚 这也给后来的大唐的江山和他的家族带来了灭顶之灾 还有一次长孙皇后干预朝政是什么事呢 是有关他的那个同父异母的哥哥长孙安夜 就是我前面提到的那位 把他的母亲还有兄妹二人赶出了长孙府的那个哥哥 长孙做了皇后以后并没有去报复他这个哥哥 长孙安夜还被委任为把守城门的一个将军 也算是一个很重要的岗位了 这个长孙安夜呢有点小人之心 他总是觉得长孙皇后和长孙无忌早晚有一天会报复他 后来呢他就参与了一次毛反 毛反失败以后他就被抓起来了 暗律当斩 李世民呢就想杀了他 这时候呢长孙皇后就跟李世民说 说天下人都知道长孙安夜对我们兄妹不好 如果陛下杀了他的话 那么天下人都会觉得我们是在公报私仇 这对你的声誉是有损的 所以后来呢李世民就没有杀这个长孙安夜 略加惩治以后呢最后还让他继续做官 古往今来权力这个东西是有巨大的吸引力的 不仅对男人如此对女人也一样 像唐朝以后的武则天、韦皇后 以及在以后宋朝的刘娥 他们一旦尝到了权力的滋味 就变得欲罢不能 会想尽任何办法 把权力紧紧的抓在自己手里 这时候能给他们带来这种巨大权力的他们的夫君 他们的皇帝 就已经不仅仅是他们的丈夫 更是他们权力的来源 而后者的角色似乎会越来越重 当武则天出狱晋王李治的时候 当伟皇后和李锐同甘共苦的时候 当刘娥苦苦等待赵恒的时候 我相信他们之间都有那种最初的爱情 但是当他们的老公龙登大宝的时候 权力就是他们迷失了双眼 他们爱的可能就不再是以前的那个男人 而只是这个男人能给他带来的权力和荣耀 那么长孙皇后是不是也和他们一样呢 我再给大家讲一个故事 有一段时间唐太宗李世民病得非常重 长孙皇后是衣不解代日夜伺候 但是呢病情仍然不见好转 看到自己所爱的这个男人一天天的变得憔悴 长孙皇后也做好了最坏的准备 什么准备呢 长孙皇后找到一包毒药 偷偷的缝在自己的衣带间 用他自己的话讲就是若有不会义不毒生 就是说如果唐太宗李世民死了 他就会毫不犹豫的服下这包毒药 追随自己的夫君而去 由此就可以看出对于长孙皇后而言 李世民不管是做秦王还是做皇帝 他都不过是长孙皇后所爱的那个男人 这个男人如果走了他的天也就塌了 也许对长孙皇后来说皇帝不过是他的丈夫 喜欢从事的一个职业想要做好的一份工作 而他作为妻子就要无条件的全身心的支持 他老公想要做的事情 至于皇帝这个职位能够带来的权势荣耀 长孙皇后呢并没有真的放在眼里 他的焦点永远只是关注在他丈夫本人身上 而不会被其他的那些花花草草所吸引所左右 也许这就是长孙皇后和历史上其他的那些皇后们不一样的地方 也是他最可贵的地方 好的各位朋友 关于长孙皇后的话题还有很多 在一集的时间我是不可能讲完的 所以呢咱们还是期待下一集 在下一集中呢我会讲到长孙皇后生命的最后的那段时间 所发生的故事 也会从更多的侧面让大家了解唐太宗这个人 当然了也会谈到武则天 他是怎么阴差阳错的进入了皇宫 走入了大唐的政治中心 当然了公主系列并没有结束 因为后面的那些公主呢都和武则天有着莫大的干系 所以呢必须要先聊聊武则天 然后那些公主才会顺利的脱颖而出 这些呢都是我的计划 如果大家有什么意见或有什么好的建议 欢迎大家呢在留言告诉我 以上呢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 谢谢大家收看 欢迎大家点赞订阅 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看着这点 是的 出门 我们下期节目 我们下期节目 请 ses out